台电以及门诺机构合作办理的希望种子计划 今年已经迈入第17个年头 而这次特别提供20位学员经过6周的公读服务 在12号上午举办结业仪式 算只有短短的27天 但也让学员们收获满满感触良多 20位学员在台上列队拍拍站 由台电公众服务处长袁梅林 一一替他们别上结业徽章 这是台电与门诺机构合作办理的第17届希望种子计划 经过6周的公读服务 在12号上午正式举办结业仪式 我感受到这个希望种子是台电另外一种店 这个是爱的店 其实很快 一个月过去了 邮寄说一个月前在这边 跟李主导在这边的一个开训 那谢谢大家 我心里一个很大的感动 但是为什么我们台电公司很 觉得非常的开心 而且很持续稳定的愿意 一起合作这样的案子 其实我们就说 这个就是从当初我们就开始就在想 这个希望种子 他就是在 就是撒在这个地方 他就默默的去成长 让他去酌炸 让他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未来可以滋润我们花莲这个地区 把就大家回馈到我们的这个花莲地区来让花莲更好 20位种子学员以所学专长被分配到相关单位 虽然只有短短的27天 但对于能够和所学融会贯通 也让学员们表示会议良多 虽然只有短短的27天 但让我们能够提早接触 在未来职场上 有可能会遇到的环境 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可贵 在这六周 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社会服务周 我们当中每一组都有一个礼拜 会到受封分院 受封护理之家 以及门诺基金会做一天的服务 其实这样的体验 给我带来很多视觉冲击 因为当中有很多场景和事物 是我平常以前从未接触到的 这也让我对这些特殊族群 以及医院为他们设置的配套系统 有了更深更广的了解 从2005年开始截至今年 希望种子计划 已经帮助了280位同学 有394人次参加过这项计划 而其中有不少学员也陆续毕业 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工作 证明这项计划已经开花结果 门诺医院也深切期盼 未来能够有更多的种子学员 回到家乡为乡亲们服务 记者许立琴 华联系报导